欢迎收看有线新闻,我是罗天盈 港铁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一段隧道 星期日更新设施 太子至何文田站列车服务全日暂停 港铁公布临时转车和接驳交通安排 呼吁市民进早规划行程 闪问期报道 更新工程涉及观塘线太子至何文田四个站 其中太子、旺角、油麻地三个站的观塘线服务 星期日全日停止 但全湾线会如常运行 团马线何文田站也会维持正常服务 港铁说工程当日太子会是全湾线和观塘线唯一转车站 预计当日会多人使用 会提前实施人潮管制 以及在站内加设大型指示牌 观塘线班次也会减少 呼吁市民当日预早规划行程 观塘线当日其实我们是会五分钟一班 而全湾线大概是三分半左右 我们有一班车 而全马线大概五分半 我们都会适时看着我们的列车服务的安排 以及客流的情况 去调节我们的列车服务 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要确保太子站的运作 暢信和安全有罪 太子、油麻地、何文田和黄埔站 每日黄昏时分会有乘客资讯站 有职员解答市民查询 星期六日全日也会有职员当值 港铁说当日会安排一千个职员协作乘客 以及提供两条来往油麻地和何文田的 一条路线免费接驳 8号路线全程免费 30X在指定车站上车免费 两条路线都会加密班次 有市民表示会考虑选择其他交通工具 我打算不搭港铁 因为我推我妈妈要搭 我们要轮椅 我怕很多人 那天都不知道去哪里 你会否说会选择其他站转搭 还是会直接搭巴士 我不知道 因为搭巴士我推不到她上去 可能会选择搭巴士 因为其实地铁是很方便的 但是没办法 如果去星期日 因为通常都是family day 所以搭不到就唯有选择搭其他交通工具 这次工程是要一次性更换油麻地站 附近隧道的设施 包括顶部50几个金属吊架和电纜 港铁将会安排500名工程人员 争取在28个小时内完成工程 29号列车服务恢复正常 有线新闻 昇琪报道 一年7日的书展下午5点结束 有书商成大热电影卖原著小雪有好成绩 其他书商感觉人流比较差 生意比预期差一成 来先同报道 来到最后一日 这一间书商有好成绩 借着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热潮》 原著小雪的中章第一日已经缺货 要连夜加刃 其余两集也都差不多沽清 其实是预期之外的 我们都没想过会那么受欢迎的 都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 都想不到电影带来这么多人 去关心九龙城寨 都喜欢本地的创作 贫武打电影杀出血路 这间书商更加有独门被吸 成功吸引不少上学艺的家长和学生 生意额增加两至三成 今年引入了更加多一些独家产品 有一些是DFC五星 或者五星星尖指自己去写的笔记 其实除了整个书展之外 我们有得发售之外 其实整个香港都只有我们有得发售 很多人见到都觉得挺吸引的 过往来到最后一日 参战商都会大减价吸客 不过今年大部分维持原有折扣 未有提供压外优惠 没有电影加持 城北上消费热 有卖旅游书的书商说 深圳佛山等旅游书销情不错 但整体人流减少 生意比去年跌一成 因为广时大家可能吃完饭之后 都可能想入来走一转再看看 但现在好像吃完晚饭之后 大家都回家了 因为夜晚人流真的少了很多 来走书展的书迷都觉得比较难清 上年我是早 可能头一两天来就会多很多人 今年现在最后一天就会走得舒服些 比较少些人 今年书展计连运动零食展等等 有760个参战商 少过去年780个 有线新闻黎线同报道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潤红 星期四启程到巴黎出席奥运会开幕典礼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杨潤红在巴黎期间会到奥运选手村和香港代表团见面 并到场看港队比赛 又会出席中国香港之夜以及奥运相关的接待活动 在台湾 加连华取消 乌石港渔船业者 绑船防风 台东往返难聚的船班 难渔的船班 金明两日停航 东楼线星期三起至少停洗两日 龟山岛封岛四日 当局预料隔美带来强风蚝雨 宜兰、花莲北部、马祖等地 风雨相当劇烈 台中市预计六点 开窃二级灾难应变中心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宣布 取得足够民主党代表支持 锁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 传媒推算她已经取得超过2000票 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 亦表态支持她出选 何锦丽形容过去几星期 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强调会全力争取赢大选 李贝山报道 何锦丽得到拜登支持出选总统之后 竞选工作全速展开 去到特拉华州的竞选总部 和工作人员见面 她仍然过去几个星期 好像坐过山车 又强调面对未来一百多日的选战 她对团队有十足的信心 还在养病的拜登 要他参加这场活动 何锦丽再感谢他一直为国服务 President Joe Biden fight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we are deeply, deeply grateful for his service to our nation 拜登向竞选人员强调 推选是正确的决定 何锦丽接盘之后 多个州党部纷纷表态支持 多间传媒推算 她已经取得所需的一半党代表支持 估计超过2000票 足以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 除了多个原本党内的潜在对手 和全美50个州民主党分部主席 都归边支持何锦丽之外 重量级被指是拜登退选推手的 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 也表态支持何锦丽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说 会在下个月7日 完成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 强调会公平公开进行 何锦丽同时展现强大的吸金力 接盘之后24小时 筹得8100万美元 有线新闻李沛珊报道 美国共和党随即调整策略 重点攻击何锦丽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曼斯 说他是比拜登差百万倍的人选 陈志军报道 曼斯又说 拜登每个施政失误 何锦丽都有份参与 他更加一直隐瞒 拜登没办法升任总统职务 又声称何锦丽要将非法入境合法化 比拜登更加激进 何锦丽成为最有可能代表民主党竞逐总统的人 共和党随即改变竞选策略 发出内部备忘 会重点攻击何锦丽的失误和经验不足 例如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 只是负责调查中美洲移民前往美国的原因 而不是监督边境 共和党同时又继续向拜登施压 说拜登没有能力继续竞选总统 等于没有能力管治国家 应该辞职 霍氏新闻星期一播出特朗普和曼斯的专访触本内容 当时拜登未宣布退选 不过曼斯已经表明 拜登不适合继续做总统 民主党就理应运用宪法权力 让何锦丽接替拜登的总统职务 特朗普就说何锦丽无能 拜登的接替者是谁都不重要 有线新闻陈子军报导 南韩科企巨头Cacao 创办人金范珠涉嫌操纵股价被捕 金范珠昨日到首议南部地方法院接受审查 法庭至凌晨发出逮捕令 说因为他有可能毁灭证据和潜逃 洪方说金范珠涉嫌在去年2月 收购SM娱乐的过程中 联同私募基金 以高达2400亿行元资金 分500多次收购SM娱乐股票 恶意抬高股价 以阻止竞争对首收购 金范珠曾经说不知情 但洪方认为他是集团最高决策人 操纵股价计划是得到他的批准 回来新闻时间 政府推算直至2046年 会有152万人正二任 到时本港总人口会增至819万人 労动人口就会在2038年达到顶峰 有366万人 参与劳动人口的年龄 可以说是没有上限 我们看到整体劳动人口的数字 会看到在未来短期的十几年 都会保持平稳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在65岁以上的人士 他们参与劳动人口的比率 其实是会上升的 一些原因就是 其实这班朋友他们的教育水平 可能都继续会高 所以他们都会多些参与劳动人口 所以总体来说 劳动人口的人数 会在未来的十几年 都还是保持平稳的 港股先升后跌 恒指跌穿100天线 收市险首250天牛熊分界线 成家就缩减至超过三个月最少 王浩南报道 内地股市再跌 深正城市跌近百分之三 年代港股也都受到拖累 午后跌幅扩大 最多跌184点 低见17451点 收市跌166点 报17469点 成交858亿 录得超过三个月的低位 连续两日不足1000亿 全内地减存款息 稳定银行息差 个别内银A股创新高 四大内银齐升百分之一 三大最佳蓝筹 公行和中行占其中两位 巴郡减持比亚迪股权 去到百分之五以下 比亚迪跌百分之三 比亚迪电子就跌近半成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 内地7月批出105款国产游戏版号 不过腾讯 网易都要跌超过百分之一 科子也都要跌百分之1.8 有线新闻 王康林报道 经历市况转变的中环中心 近期有楼面的放售赤价 较当年长实减持的作价低 接近一半 有代理说 小部分急售的业主 放售价已经是要涉扬 王建春报道 见证写字楼市道转世的中环中心 近期的放售价继续向下 与当年长实的成交价相比 差距越来越远 市场消息说 有明码实价标售的楼层 大约有两至三层 如果是30楼以下 普遍的意向尺价都低过2万元 当中比较低层的一个全层楼面 开售价4亿5千万 以大约2万5千尺的楼面去计算 尺价大约是1万8千元 相比起长实 在大约6年前 以402亿售出的高价 当时的平均尺价大约是3万3千元 相差大约是四成半 就算是扣除楼层偏低的因素 估计和买入价也有相当的距离 所以现在接受价钱会下距离 例如大部份的价价都是3万元以下 即2万多元那些位置是最多的 当然价价4万5万还有的 那些是个别业主 有少部分几个百分之一的业主 急售的价价价是低的 例如是1万6元左右 那些是涉仰的 涉到几乎是够还银行的债务就算了 中环中心在长实卖出了权益之后 一直是受到不少内房企业 和本地商铺投资者等的追捧 在2018年 写字楼市道仍然暢旺的时候 部分楼面仍然是有水位转手 当中49和50楼的全层 分别作价是超过11亿 赤价高达4万3千元至到4万5千元 但在今年5月 据报由世贸主席许荣贸 私人持有的63楼全层 成交价7亿3千万 赤价大约是2万8千元 相比2018年低超过10层的单位 至少是跌价三成半 有线新闻王健春报导 瑞银认为三中全会的平衡资本市场投资比例措施 有利A股逐步向好 汇丰就估计未来会有更多措施 稳定房地产市场 莫加恩报道 三中全会后A股未有起息 不过瑞银认为会中提及平衡资本市场投资比例 可以推动长期资金入市 而银行日前连串减息行动 亦有利楼市和股市 汇丰就说市场对三中全会内容颇为失望 但内容作为重要行业 相信未来数月 仍会有措施推出 支持整体的经济复苏 汇丰又说面对外围高式环境 人民币会价仍然会受压 估计年底会见7.3人民币对1美元 有线新闻麦加恩报道 第二首国产大型邮轮将以广州作为武港营运 计划2026年底完成交付 27年正式开启国际航线 广州南沙国际游乐母港拥有770米的暗线 在国内游乐母港当中 口岸查验通道数量是最多 旅客后船的面积条件是最好 感谢观看